身边的老人家常说,人老了,病就来了,走路也走不动了。 其实走不动和人老有关系,但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关节。 如果膝关节灵活,腿脚就有劲,走路自然也精神。 一个动作,看你的膝关节好不好。 想要知道自己关节好不好,只看痛,僵,炸,想四个字。 我们可以走鸭子部自侧,下蹲,膝关节屈伸60度左右,插开腿走路。 如果下蹲过程中感觉膝盖前方有针刺一样的疼痛,或者觉得膝盖很酸胀,说明膝关节的病骨软骨可能有损伤。 如果行走过程中膝盖卡住洞不了,或者觉得膝盖内侧或外侧明显疼痛, 则说明半月板可能有损伤。 明中医常吃它,补关节,强筋骨,健康的膝盖和关节离不开,日常养护。 生活中,我们如何美味,健骨两不悟呢? 01,猪皮。 国家吉明老中医温建民温老已经65岁了,按理说关节已经在走下坡路了,但他的膝关节和腰椎光片,骨密度检测报告都显示,他的筋骨如二三十岁一般。 温老作为一位骨科专家,他养护筋骨的方法之一就是吃猪皮冻。 猪皮在中医叫做猪肤,自因养肤,清热利厌,而且它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,可以提高骨骼韧性。 养护筋骨的猪皮冻,食材,半斤猪皮,十至十五颗干贝。 做法 一,猪皮洗干净,剃毛,去除皮下脂肪,加葱姜和料酒,焯水后捞出洗干净,切成块状。 再放入干贝和四勺生抽,稳火炖两个小时出锅。 二,晾凉后放进碗里或者托盘里,附上保鲜膜,冰箱冷藏定型即可。 干贝兹因补气血,祥枝,猪皮搭配干贝,一起食用,效果更好。 二,核桃,肾气足了,骨骼就好。 核桃可以补肾田经养老,78岁的明中医严小平养老就把它当作养生健骨的美食吃。 但是,明医吃法和大家有点不一样,他会把核桃烧黑后再吃。 烧核桃,做法,将生核桃放在火上烧,待外皮胶黑后剥开,吃里面烧熟的核桃肉即可。 吃法,早上和晚上各吃一个。 这种方法不仅入口不色味道香,也很容易剥开。 比起生核桃,经过烧制的核桃皮中的油脂渗入核桃肉,还能润肠通便,更适合老年人食用。 03,羊蝎子,羊蝎子外形像我们的脊柱,中医取类笔相认为它能羊骨生髓。 从营养上看,羊蝎子脂肪含量低,蛋白质高,也适合老年人食用。 酱香羊蝎子,做法。 一,羊蝎子,提前冷水浸泡两小时,泡出血水。 入锅焯水撇去血沫,下入几粒花椒去腥。 二,高压锅中加适量水,放入半斤胡萝卜块,一斤白萝卜块,一把带根香菜,葱姜,适量加入香辛料。 二,倒入羊蝎子一起炖煮十分钟。 三,锅中少油,加入黄豆酱炒出香气,放入豆瓣酱,牢骚煸香,加适量酱油调味,小火熬煮。 四,酱汁倒入羊蝎子里,再压制五分钟,再关火焖五至十分钟即可食用。 注意,吃羊蝎子一定要吃里面红色的骨髓,不仅补肾,而且健骨。 吃不了羊蝎子的人,也可以吃猪脊骨和牛脊骨。 零四,八几天茶,中医认为肾竹骨,关节不好的人,常伴随有腰背酸软,倦带乏力的表现。 八几天,有补肾羊,强筋骨,驱风湿的作用。 骨质疏松,关节炎人群,都可以用它作为日常保健食用,还有利于补肾羊。 用法,三至十克八几天泡水袋茶饮即可。 专家提醒,因需火望人群不适合使用。 想要关节好,注意三件事。 01,省着用,我们的骨关节之间有一层软骨,年龄越大,软骨磨损就越严重,而且几乎无法再生。 所以保养关节,日常要省着用,运动不要太过度。 很多老年朋友会走路锻炼,但要注意,走得步数多不一定运动效果好,每天六千至一万步是合适的运动范围。 02,补钙。 补钙对骨关节有作用,特别是对骨骼很重要。 中老年人每天需要钙量为八百至一千毫克。 日常饮食多吃牛奶、豆腐、绿叶蔬菜等含钙量高的食物。 食物中的钙含量表,03,减体重。 体重过大会加重膝关节负担,体重超标的人群,适当减轻体重对膝关节有保护作用。 另外,最近我们结识了一位骨科专家,从他的口中获得了一个秘方。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个只有两味药的小方子,被大家称为关节的润滑油。 可以补益肝肾,舒筋活络,专刻各种腰西酸软,筋骨疼痛,只一身疼痛,让你浑身充满力量。 在中医看来,这是因为肝肾不足,风湿侵袭经络导致的。 我们常说肝藏血,肾藏经,那如果肝肾不足,我们的身体上的关节筋骨缺乏精血的乳氧,就像大树缺乏营养一样,风一吹就到了。 其次肝肾不足,抵抗力下降,不能抵抗外血,外面的寒湿很容易就到我们的人体里面了。 肝肾不足,再加上寒湿的侵袭,我们身体就会骨骼,关节就会变得特别脆弱。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小心注意。 今天,骨科医生对于这种肝肾不足,风湿侵袭经中引起的各种症状,教给大家一个小方子,用补骨汁和鸡血疼这两味药泡水喝,可以补一肝肾,活血疏筋,去风湿,止疼痛。 下面,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这两味药。 首先是补骨质这味药,它是入肾经的,具有补一肝肾,强壮腰膝的功效,可以给我们腰膝筋骨补满阳气,可以改善腰膝冷痛,腿脚冰凉,屈身不利等症状,其次还能治疗尿贫尿急液,尿多的问题。 其次就是鸡血疼了,它的药性比较平和,入肝肾两经,具有活血化瘀,疏筋活络,屈风胜湿的功效,可以补足肝肾,化生精血,就像是给我们的筋骨关节加养料一样。 精血充足,我们的关节得到乳氧,自然强壮有力。 对于关节疼痛,颈椎病,风湿性关节炎,都有很好的作用。 这两个药搭配可以补肝肾,生精血,去风湿。 我们的关节不仅得到了营养,还有阳气的温序,这样就算是阴雨天也不怕了。 这就是今天两味状筋骨的药,你学会了吗? 需要注意的是,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,所以,用药也不一样。 我们在用药前,一定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,不可私自用药,以免引起其他疾病。 此外,还有一道美食可以减轻膝关节关节炎的症状。 它的主要原料是鸡肉和生姜。 鸡应该选择公鸡。 鸡具有加热生命能量,补精,补水,补虚的作用。 这是个补充。 公鸡肉具有养养补气的功效,非常适合腰弱,冷的人食用。 生姜具有清凉润湿的作用。 它可以和公鸡一起使用来滋养关节和肌肉。 它能舒缓血液,减轻感冒,减轻疼痛。 吃完一天后,每隔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吃一次,不仅可以治疗关节炎,而且还能消除各种感冒,风湿关节,姜和肌肉,并能迅速为家人进食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 说起来,一直有一个说法,叫做膝关节不好,多走走路就好了。 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? 一,对。 二,错。 最后,快留言回复你的答案,参与互动吧,别让骨头比人先老。 日常关节养护要上心,健骨的三样美食可以常吃,还有补肾气溢骨髓的带茶饮,也不妨喝起来,转发给亲友们也看看吧,早看早受益。 最后,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